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金台为您直播的深港点金 我是药材正确的A股分析员薛圆圆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照例跟大家来跟进一下今天早盘A股市场的运行情况 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 大盘整体是也是开盘不一的 那么两大股指是有一个未跌的局面 而创业板方面继续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开的一个走势 那上阵指数呢 就开盘爆3252.69点 是终于是突破了3250这个比较重要的关口了 那么跌幅是0.02% 深圳指数方面开盘是10403.92点 跌幅为0.02% 而创业板方面是1921.55点 涨幅0.02% 那到开盘为止到现在呢 我们看到上阵和深圳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个小幅的这样一个下行的局面 不过上阵指数方面也是跌破了3255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是收爆3249点 那我其实觉得近期来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两会是即将召开了 那么为了就是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稳定也好 或者市场的一个稳定也好呢 我们认为其实盘面上不会有一个太过较差的表现 基本上也是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看到他在3250这个点起稳 同时成交量方面能够放大上涨到5000的5000亿元呢 那么未来还是有一个进一步走高的攻势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和大家简单想说一下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段时间行情好 那么二月这个红包行情呢 一方面是源于养老金入市的一个良好效应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大家在炒两会可能会推出的一些板块的政策 那么比较明显的包括一带一路呀 供给侧改革呀 还有一些基建方面都是属于围绕未来两会 可能去推出政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这样的前提下呢 市场所进行的一个前期炒作 所以说到目前来看有一些股价 现在他其实这个点位是比较高了 那么后续呢 其实在两会开完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些政策真正实施 真正落地下来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个基本面来说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助推作用的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 不是说相较于最近一些非常热炒到一些 呃非常高的一些顶点的股票之外呢 其他的一些个股 他真正的一个上涨行情 这样一个慢牛行情呢 我们认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立的 那么前期可能更多是围绕消息的操作 那么后期呢 有可能才是真正的落实到一个实处 来去推动基本面的一个有效的好转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也认为大家其实可以在近段时间去重点关注一些 就是在这样一些热点主题中 依然处于价值比较低挖的一个区间的一些个股 去选择一个布局 那么未来在两会召开中间也好 或者后期也好呢 也是有望会迎来新一轮的慢牛行情的 那么这个大盘这块简单介绍这么多 那我们接下来呢 哦对 也是想和大家今天重点探讨一下热门板块 那么热门板块今天呢 到目前来看 盘面上的比较热门的两个板块 是集中在白酒跟钢铁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 主要是这段时间 他们是属于一个业绩 频频的去播报的一个时期 那么钢铁方面呢 主要是三钢敏光 那么今天涨幅也是居前的 三钢敏光是在昨天晚上发布了他的业绩公告 大家可以看一下 16年到公司是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上升15.88% 那么预计净利润方面非常喜人 那么也是同比上升是199.33% 那么每股收益 每股同比上升156.32% 那么这一串数据可以说是 尤其是这个净利润方面啊 199.33%的一个同比上升的涨幅是非常之高了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去年钢铁价格 确实是整体的一个钢架走势也是非常的一个 从年初到年 从年初到年末也是涨势非常之多的 那么对于很多的一些钢铁企业呢 他们都是实现了一个扭亏转移的局面 钢铁也好煤炭也好 那么这些企业近期进入一个频频的公告的一个公布期呢 大家就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了 那么其实业绩方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昨天在新零售板块 跟大家介绍过的有亚股份呢 0022277也是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个 他的一个业绩情况 那么看到其实他的业绩方面呢 其实同比增长了是营业收入0.78% 那么净利润方面是同比下降了3.55% 那么另外呢 公司还是会面临一个可能像全体股东去派发 现金红利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看到早盘开始表现之后呢 有亚股份的一个整体的股价 并不是说表现得非常好 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新零售板块 那么举这两个例子呢 其实就想跟大家说明 近段时间的一个影响大盘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呢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热点板块的解读方面 热点板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工 年报公布的方面了 那么这一块大家也是可以去进行重点关注的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白酒 也是白酒的一些业绩 纷纷都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所以说今天早上白酒包括山西粉酒 贵州茅台等又有一轮新的走高 所以说大家其实这段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 16年整体表现相对不错的一些行业 白酒啊 钢铁啊 煤炭其实都是这个范畴 那么在公布业绩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的 那么另外呢 今天来跟大家去跟进的一个热点 是今天早上看到市场公布的 关于一组一月楼市的一个整体数据的情况 那么这个楼市数据呢 简单的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了 首先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那么北上广深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今天看到呢 基本上是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 那除了广州方面环比 依然是保持了0.6%的增幅以外呢 北上深基本上都是出现了一个持平 甚至回落的趋势 深圳方面甚至环比的 回落比较多是下降了0.5% 那么这个是新建住房情况 那么另外呢 二手住房价格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 稳中有回落的一个情况 那么深圳和上海都是出现了价格环比的一个走低 而北京和广州呢 涨幅也是相较于前期来说 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趋势了 那么这个是一线城市的情况 再来看二线城市 合肥南京厦门 那这个其实也是去年基本上 可以说是涨幅都比较居前比较高的一个城市了 那么今天早上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来 环比方面呢 三大城市都是有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 那么在二手房的市场上呢 同样也是有了一个下跌或者是奇稳的表现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月楼市的这样一个数据公布之后呢 那么其实大盘今天确实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下行的一个压力了 那么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大家看到房地产这个调控 确实是受到影响了 那么所以市场也是普遍预期围绕房地产的一个相关产业 包括房地产销售的一个情况 今年来说应该是会出现一个 就不会再显现去年一样疯狂的局面了 那我个人其实认为房地产这一块呢 他因为你本身房地产投资去年 你的土地很多都是已经批下来了 那么其实对于房地产价格确实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起稳 但是他绝对不会出现大跌的情况 尤其是一二线城市 你的刚需一定是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在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知道房地产投资 你毕竟还是在进展中的 那么土地批下来之后呢 房地产的一个建设也好 开发也好投资也好 也是在同步进行中的 那么他其实面到目前来看呢 面临一个补库存的需求的话呢 那我又觉得房地产市场没有必要说太过悲观 他可能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下降的 那么房地产销售这一块呢 个人觉得还是会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么不至于出现大跌的局面 那么这个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呢 也是针对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关注一个热点 也是关于昨天呢 煤炭市场的煤炭企业的一个座谈会是正式召开了 那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召开这个会议之后呢 其实主要也是针对2017年的一个整体煤炭形式去进行进一步的布局 那么市场普遍认为这个也是 未来对于煤炭供给侧改革推进的一个进一步的深化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煤炭 我们之前也说过还是分动力煤跟冶金煤 那么其实 关于动力煤这块 更多的可能就是冬季的时候是趋难所需的 所以说动力煤的冬季需求 一般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但是一过冬季之后呢 动力煤的需求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回落 也就是说煤炭需求会整体布入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淡季 那这个时候呢 去做好煤炭的供给侧改革就尤为重要了 是否能够把煤价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 是否能够把煤炭能方面呢 进一步的有一个降幅呢 那么这个我们认为是煤炭的下一步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么其实关于煤炭这块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它也是属于2016年整体业绩可能说有扭盈转 扭亏转盈的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板块之一 那么在这里呢 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在接下来重点关注两类企业 一类型呢 就是业绩预期的一个龙头企业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 神华集团 杨全煤业 还有西山煤电的 那这些企业在他们的业绩预期中 基本上都是实现了一个利润的一个翻倍的增长 那么这一类型的煤炭其实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那么另外一类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国企改革相对预期比较预期的比较强烈的 那比如说这里也跟大家推荐包括ST三煤 那么它其实也是属于山西省的18家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之一了 那么我们知道山西本身今年就对于上市企业的一个国企改革步伐 是推动的力度比较大的 那么像ST三煤这种呢 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国企改革的一个预期较为强烈 那么这一类型就有可能会成为 未来的一个就是关于国企改革的一个受益者 那么现在它的股价还是相对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吧 没有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 那么这个是关于煤炭企业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 也来跟进一下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 跟大家去公布的一个 跟大家去跟进的一个关于元通的被倒闭分拨 那么元通也是在昨天晚上去发布了这样的一宫公告 进行了一个澄清 大概意思就是说呢 公司现在基本上是维持在稳定的 那么我们之前的一个业务量也好呀 或者是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也好 都是一切正常的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关于快递这块 也之前跟大家提到过了 就是快递这个方面 确实它存在一个运功荒的一个紧张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呢 可能说呢 我们认为其实快递方面本身 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需求和市场在的 但是从长线来看呢 那我其实个人觉得快递这个板块 它未来一定是一个短 就是大兼并小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可能说三通一达 他们这种可能说竞争力不敌顺风的 又没有办法去跟菜眼物流 或者京东物流抗衡的呢 长线来看还是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的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元通事件的一个后续跟进 时间关系呢 今天节目就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主要也是关于热点新闻和一个之前热点板块的一个总体回顾 那么接下来之后的节目呢 我们再会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跟进关于今天股市的一个整体情况 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